機場採檢 過去台灣大多棉棒深入喉嚨 做咽喉柿子 現在要改變方式 疫情終於透露9月1號開始 國內的機場入境需要採檢的民眾 將從原本的咽喉柿子 改成生喉唾液的檢驗 民眾只需要把口水 吐到採檢盒裡面就可以了 改驗唾液最快4小時就有結果 疫情中心解釋 國內從7月2號到8月24號期間 這對入境需採檢的1226人 先做唾液檢驗 再做咽喉柿子 發現都陽性的有12人 唾液陽性 咽喉柿子陰性的有8人 唾液陰性 咽喉柿子陽性的有4人 專家小組分析統計後 認為結果一致性高 評估後認為機場採檢 用唾液就足夠 民眾免受插喉之苦 醫護也不許緊盯 常駐機場 不影響機場的採檢品質之下 那這個生活唾液的一個採檢 那又能夠降低這個醫療人力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9月1號 會採取這樣的一個措施 市衛健委剛剛通報 上海昨天新增三例 境外輸入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病例一為臺灣地區居民 而上海又新增一例 臺灣輸出確診個案 這例個案27號從臺灣出境 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後 在集中檢疫期間發病 已經是近兩週的第三例 目前我們已經跟對方了解了 他們還沒告訴我們 他的個資 臺灣主動詢問個案狀況 才能進一步在臺灣疫調 三線新聞的宇宙靈光信 待不動